哇,各位每次看到这些送礼的东西 各位,让人特别的兴奋 兴奋的是收到货的人 收到水果的人,特别爽 好,来宾的中秋节 真的是很漂亮 我们刚刚做好的这些水果 你这些是可以参考 然后呢,水果是因人而异 可以换,可以变 我们现在只是做了六个不一样的款式 让大家参考,好像你不喜欢 什么水果,你喜欢什么水果 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帮你 再重新再DIY过一次 对,因为都是可以 再做调整的,好像可能你不要 大粒,你觉得这个 大粒的不够啊,你要放多一点 也可以,或者这个小粒的 你不要,你要换去大粒的也是 可以,然后基本上我们 是今天获到的原因呢 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多水果 而且沟会比较齐全 而且五颜六色的 感觉上在花花的世界 然后关于这些水果的拼 抽方式和水果介绍呢 这两天的新货介绍 已经大概讲了 是什么桃啊,什么葡萄啊,什么 蜜瓜这样子咯 可以注意一下看回这两天的视频介绍 然后你今天做的这些配套哦 其实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啊 我本身最喜欢啊 我全部都很喜欢 要不然我都不会把它带回来啊 这也是啦,如果你说我个人 蛮喜欢这一套的,三色桃 加双色葡萄 哇,三兄弟再加双 对,这个很推荐的 然后另外哦,如果你不要 这样的水蜜桃你可以拿双色葡萄 加双色水蜜桃 加一粒蜜瓜 这个啊,我也是很喜欢的 这个也是很紧接 对对对,如果有比较有要求 对日本水果很高要求的 你可以拿这一套 就是金刚蜜瓜 大唐领水蜜桃 加上一个青王啊 这一套哦,是那种 天天啊 吃日本水果吃到天天的人 一定会哀伤啊 这个一开箱的时候就 哇,惊艳到这么 你送我这么好的东西 太感谢你了,我永远记得你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如果要给老一辈啊 一定要给这个李咯 可岁配啊,长辈们超喜欢的 再加上 这两个颜色葡萄是我们 大卖款,还有青王葡萄 都是大卖款的 我有做了一个特色咧 这是什么特色咧 就是全Okayama的水果 哦,是耶 干山,这个啊 那个白黄桃啊 是干山干干旅集 是目前星级水果有的品种 然后它的 皮尔尼,再加上青王葡萄 才我认识咯 yes 送你一个价钱啊,引人而易啊 从至少啦,就是几十块 到几百块 就做到啦 这样子,日本水果一放上去 就肯定是五百以上的价钱咯 看你个人喜好啦 这样这些都是应节 然后礼尚往来 然后是一个传统美好的 这个习俗啦 大家我送你你送我 这个是我们从祖先那一代 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一买东西的时候 就会想到,哎呀我要买这个送给谁 我买这个送给谁 就是往往都是送人比较多 就是这样子 一定要分享讲到这里哦 一定要体验的 全部都是我们今次选的各本水果 今天要分享讲到这里 拜拜